好爽脆好好食 爽脆過雲耳 爽脆得來又有些彈性 大家好我是善貴 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最近我就在淘寶買了一批孵菌 有觀眾朋友就建議我吃這一種 這些就是今次和各位分享的白玉耳 白玉耳是人工賠償的 所以看到它的根部都很乾淨 沖一沖它表面的灰塵 白玉耳是白木耳的一個新品種 白木耳即是我們很熟悉的雪耳 白玉耳含有很豐富的植物性膠質蛋白 善食纖維和多糖體 同時也含有豐富的維他命B集 還有鈣質、鐵質、輪質、甲質等等的抗物質 還含有16種氨基酸 白玉耳的營養真是很豐富的 這包白玉耳我買回來之後 第一次就是用來熬湯的 今次就用白玉耳來煮個菜 將白玉耳表面的灰塵蔥走之後 就浸一下它 浸大概半個小時之後再回來換水 現在的白玉耳都發得很大隻 雖然說它的根部都很乾淨 但是我習慣上都是剪一剪它的 繼續將白玉耳浸一下 再浸久一點它又會發大些 白玉耳浸了超過3個小時 發大了很多 這些很大隻的我就會剪開它 剪開它三邊或者兩邊 今天用荷蘭豆來炒白玉耳 將荷蘭豆去掉的根 還有幾片紅蘿蔔 讓蔬菜顏色更漂亮 水差不多滾了 放兩片薑下來 大概半茶匙鹽 放多一點油 白玉耳 放下來 白玉耳都出了水 大概兩分鐘 加上荷蘭豆下來 紅蘿蔔片都加起來 錄一錄它 再錄多大概分半小時 又紅又綠蒸顏色是否漂亮很多呢 翻起它 接著就可以放到盆凍水 拿去水喉下面過一下冷河 將荷蘭豆過一下冷河 讓它快點降溫 就可以保持到荷蘭豆的脆綠色 用小火爆一下薑絲 薑絲爆了半分鐘多一點 未夠一分鐘 加大約一湯匙的普林豆醬 用小火爆一下普林豆醬 爆大概半分鐘 加上白玉耳和荷蘭豆 炒均勻 白玉耳和荷蘭豆炒了大約一分鐘 因為普林豆醬也挺鹹的 我加大約一茶匙的糖 鹽就不加了 再炒多大約半分鐘 可以加少少紅辣椒 一齊炒一下它 試一下味 再炒均勻它就可以上碟 可以吃飯 今次這些白玉耳 我就在淘寶買的 各位都可以留意一下 在香港的一些雜貨店 或者專門買菇菌類食材的店 看看有沒有白玉耳買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素菜 豆醬河豆炒白玉耳 我繼續吃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